民进党针天两位大将新增两位副秘书长 分别是掌管空站的苏西幕僚 翁世豪以及负责组织入站的新北党部主委何博文 我注意到网路上也有许多支持者正在申请加入民进党 这样支持者当中有不少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让我非常振奋 党主席赖清德注意到青年入党潮以及民进党入党 多半是地方民意代表早人 但这波入党潮是青年自主相当罕见 以台北市党部为例 受到多达五百人申请入党 年龄介于二十到四十岁之间为大宗 因为就是观察到选前的情况 就是说社会风气普遍是认为说 年轻人好像就是要支持民众党 可以透过自己的力量 就是说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说 我身为年轻人我不是支持民众党 正在就读理工科硕班的土同学 看到选前年轻人挺科风潮 引发绿营青年焦虑 因此选择申请加入民进党 另外也有网友留言 自己现在蓝白联手选出韩院长那天 申请加入民进党 甚至还有海外青年入党 它符合这个时代 我们台湾人的认同 台湾人的价值 他们可能有一些东西需要改进 但我们看到的是 他们愿意改 他们愿意导正错误 他们愿意把冲突化到最小 除了今年入党外 赖清德也强调宣传沟通平台再升级 党部未来将与府院党团 更密切的联系与合作 透过新媒体跟新世代的对话 要证明年轻不只是支持柯文哲 还有一大群挺绿小草